新加坡人气男星冯伟中因为在纽西兰军训期间,修理榴弹炮车时意外被压伤凶腹,送医抢救四天后仍宣告不治,的年28岁。 冯伟中意外离世后,同公司的艺人女友胡佳琪也随之曝光,两人原本打算结婚后再公开,没想到愿望落空,胡佳琪疑似打击太大,昨晚,24日,连续发了86篇文章,哭喊我的世界没了,让有人非常担心她的身心状况。 胡佳琪四天前就在IG上为男友粉伟中祈福,安慰自己男友一定不会有事,没想到最后粉伟中仍不幸离世。 胡佳琪在IG上吐露心情,我还是睡不下,刚刚喝了第一口水,边安慰自己,边自己逞强说你还在,她也难过地写下我的世界没了。 据,三立新闻网,报道,胡佳琪昨晚在IG现实动态连发86篇贴文,当中不只分享两人第一次合照,也晒出交往多年的印记,最后她表示不好意思,让你们见笑了,没能睡,没能闭上眼睛,思绪很乱,没办法不看见她躺在病床上,或许是我憋了好几年, 自理行间满满都是对冯伟中的爱,令人心疼。